最吝嗇的富豪就是他們兩位 他們兩個真的是好像是 也算心心相襲 好像是鏡子照鏡子一樣 自己彼此看自己的感覺 除了他們兩個在這個Duck Tree Go之外 他們兩個又最近登上一個 最吝嗇的富豪排行榜的 排行榜的這個綁手 對他們第一名 為什麼第一名的標準是說 你的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財富裡面 你捐的最少的 捐你少一%的這個比例裡面來說 你看伊隆馬斯克跟這個貝佐斯的這個 都完全都入列在這裡面 然後他們只有捐少於1% 當然2%的是捐1%到4.99% 第三名的話是捐5%到10%的 第四名是捐10%到20% 第五名來說的話是捐20%或更多 你看像華倫巴菲特 他已經捐超過20%以上 罵包括說像索羅斯或是很多人 他們都捐很多錢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們兩個人 不但是人家會被 為什麼他們兩個會被罵 真的不是沒有原因 就是他們兩個又吝嗇 明明那麼有錢又那麼吝嗇 那真的是過意不去 我們來講其實昨天在美股的時候 有創下一個新的這個紀錄 就是特斯拉的股票標迫1000塊 他昨天收 最高的時候曾經收到 供到1045 他最後收在這個月末1024塊左右 然後他的整個市值突破了1兆 那1兆美金來說的話 拿下美國的前幾大企業的這個市值的排行 所以你看伊隆馬斯克的錢 當然是越來越多 那目前是完全站穩整個這個 全世界最有錢的富豪的排行榜 那到底你怎麼去算他的這個 整個這個目前的這個市值呢 他目前伊隆馬斯克的手上有 23%的特斯拉的股份 那因為目前來算的話 價值是2300億 另外一個他還有SpaceX SpaceX目前來說 他月末持有50%一半的股份 SpaceX是大概市值是1000億 所以你保守來算的話 他整個資產約莫是2550億左右 人家就說他這個真的資產 是前五股人的一個數字 但是他的薪水主要是來自什麼 他的股份目前大部分都是來自於說 他跟 當初他跟特斯拉 有簽一個條約是說 我特斯拉市值達到多少之後 我就可以觸動我的這個選擇權 那他選擇權可以買的是 每股70塊的這個美金的買特斯拉 所以這個當然對他來講的話 他當然會想辦法把這個市值拱高 因為市值拱得越高的時候 他可以買到的股份越多 這也算是他有眼光 是嫌這個賭注贏了 對 沒錯 那好 那除了這個特斯拉的這個大賺 讓這個伊隆馬斯克身價大漲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貝佐斯 我們知道貝佐斯 其實最近就被他罵 為什麼被他罵 因為我們知道他上次不是 到這個外太空去完成 11分鐘的這個太空之旅嗎 然後緩回地球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感謝亞馬遜每一位員工 與顧客幫他付錢 這句話被大家罵翻天 他想你明明那麼有錢 你還要亞馬遜的員工 跟顧客幫你付錢要幹什麼 你為什麼不自己出錢 對啊 因為他那一次上去的時候 這個Blue Original這樣上去的時候 他未來計畫說要這個移民火星 可能要也到外太空去 所以他有這樣一個旅程 為什麼人家會罵他 就是說因為你好像 不斷的在剝削員工 因為最近有非常多的 這個美國的媒體 都去揭露說亞馬遜的員工 受到這個不公平的待遇 因為亞馬遜有非常大量的 這個AI的人工智慧 所以他可以算得非常清楚 他把你的每一個時間 用機器人演算法的方式 然後用監控的方式 把你譬如說我一個司機 我把你剝削到最大的這個 你可以走的所有的行程 把你剝削到最大 連這個司機他要上廁所的時候 都只能夠在車上拿個袋子 或是拿個瓶子就這樣解決 然後部分的員工也被人家剝削說 你的公尺非常糟糕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的時薪也是美國比較低的 所以很多人就說你看 你貝佐斯能夠成為這個世界首富 然後你感謝你的亞馬遜員工跟顧客 那你還擺明了 你就在剝削所有的員工 所以這個貝佐斯的確 跟這個所謂的伊隆馬斯克 他們應該好好想一想 真的那麼多錢的時候 不妨多捐一點 至少你在整個富豪排行榜裡面來說的話 你至少不但是你錢錢多 那你也捐得多 這個對你的形象來說 也有加分的這個作用 我們知道說男人學著點 貝佐斯這麼的小氣 來看他的前妻 這個大度又大方 他的前妻在離婚這兩年之內 捐了多少 已經是捐了86億美金 折合台幣2400億 給很多的慈善團體 相信之下 你看他的前妻多大方 貝佐斯拜託 曾經做過世界首富 這麼有錢 卻小氣也不得了 可是呢 他的前妻叫 前妻叫馬肯西 在2019年 他們離婚的時候呢 他的前妻馬肯西 是獲得了383億美金的 亞馬遜股份 台幣是1.2兆 哇這個 你知道這個賛養費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當下馬肯西 其實就告訴大家 他大部分錢會捐助慈善 所以剛剛慶怡已經講了 其實這個馬肯西很棒的是呢 他曾經在四個月之內 先捐了40億美金 之後又不斷的追加 所以累計下來呢 他其實捐出了 將近80多億的美金 給慈善團體 折合台幣是 各位2400億 哇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這些錢都用在 這些慈善跟弱勢團體 而且呢 這馬肯西 他非常非常的有心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還跟比爾蓋茲的前妻 叫梅琳達 他們兩個前妻 也就是大家說的前度 他們一起聯手 捐出了5000萬美金做什麼呢 是不斷不斷不斷的 馬肯西不斷的鼓勵貝佐斯 一直到一個超級好老婆 閒內住 好的不得了 而且你知道嗎 很多的家庭主婦 從現實面精神面都是幫助他 而且重點是 他是一個內外兼具 他是一個集智慧與美貌於身 也就是說 馬肯西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女性 但是他願意隱藏在貝佐斯的身後 一直到亞馬遜完全站上了平台 而且這個股價一直飆高 甚至於後來這個貝佐斯成為世界首富的那個當下 他就退居幕後 他就覺得OK了 我老公什麼都很好了 我就把整個家庭呢 整個等於就是照顧好 讓他無後顧之憂 MING PAO TORONTO